都说两言一句三都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夫妻之间吵架在所难免 但是再吵也要有个底线 吵架时候有两句话不要说 说了太伤感情 一你给我滚 滚是很伤人的话 特别是夫妻之间 当男人说这是我挣钱买的房 你给我滚 女人当时离开父母和亲人嫁给你 给你洗衣做饭生安育女 你还用命令的口气撵她滚 试问一个嫁给你的女人 你让她滚去哪里 这不是她的家吗 当女人对男人说滚 那就更不可以了 你想让你的老公滚去哪里 现在社会灯红酒绿 多少男人出轨 不是在特定的环境 特定的心情下发生 是想一个被你伤的男人 再被你撵出这个家门 你想让他去哪里 这明显就是把男人往外推 到时候出现小三就哭去吧 第二句 娶嫁我 你真后悔吗 邻居小雪最近又买了一条新的项链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 又开始痒痒的 回家救着老公说 你看你看人家是怎么对老婆的 再看看你 这日子没法过了 有些妻子会埋怨丈夫 你看别人家 那个谁谁谁比你强多了 正所谓要知道满足 世界上优秀的人太多 不要比 人比人 弃死人 你现在拿老公 跟你身边的人比 以后扩大了范围 是不是还要和明星比 如果你总是一副 不甘心嫁给他的样子 或者你总是一副 很受委屈的状态 那你们当初就不该结婚 俗话说 夫妻之间没有隔夜仇 夫妻之间永远也不是为了 争个随胜随负 他或者他是你后半辈子 携手共度的人 一辈子就这么长 好好爱他 不要轻易伤害他 管好自己的嘴 管好自己的婚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